踩坑我们来 欢迎到网络热门爆缓鉴定 第十四期 这么平平无奇的一块金属板 就要卖37块4毛5 到底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 我们马上来试一下 按照视频里面对照方法 放上相同的冰块 看看两个到底谁先融化 哇 这差异很明显的 这效果确实还可以 毕竟金属的导热导冷效果都很不错 那么就再换一种实验方法来试一下 首先称出每个冰块的重量 然后分别放置在平底锅解冻板 和用保鲜袋包裹住放进水里进行解冻 同样解冻时间为10分钟 我们看看最后结果到底怎样 从肉眼相看 其实就能看出胜负了 放进水里的冰块完胜 为了实验的准确性 我们前前后后也进行了五次测试 希望大家能看在我们这么严谨的份上 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最终结果嘛 其实也都大差不差 这解冻板效果是有的 只不过比较鸡肋 还不如直接用平底锅和水 所以 想吃石榴 但是男朋友不给包 或者没有男朋友 吃吃这个吧 石榴对半切开 放在绿网上 盖上保骨套 准备好了嘛 不用一分钟就拨好了啊 大口大口的吃 太满足了 有了它 男朋友都可以扔掉了 25块9的波石榴神奇 我们买来了 岂不是因为波石榴都不用手抠了 这东西还是花瓣镂空设计 并且还搭配了专用的合金锤 真的这么厉害嘛 那么话不多说 马上来试一下 将切开的石榴放进去 像视频里面一样 轻轻的瞧几下 这石榴子应该就能全部掉下来了吧 这 石榴子一个没下来 那这次 咱们再加大力度试一下 的确 是全部拨出来了 但这渣渣 我也太多了吧 还要我一点一点加出来 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 如果是你 你会买吗 如果要快速包石榴的话 还不如像我这样 第一步 将石榴顶部有尖尖的那一面切开 第二步 顺着石榴里面的白色筋膜 往下划开表皮 第三步呢 就是顺着划开的地方 把它掰开 再去掉上面白色的膜 最后呢 用小勺子 或者什么其他东西 敲打一下就行 大家学会了吗 给大家看一下我新买的鱼鳞抹布 普通抹布擦完就会留下水印 用这个鱼鳞抹布就擦得非常干净 厨房屋子一擦就掉 还可以擦镜子 擦玻璃杯 一点水印都没有 不掉毛 不吸油 三二随便搓搓就干净了 十一块钱五条的鱼鳞抹布 我们买回来了 真的像宣传那样 能擦完不留水印吗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它和一块钱的普通抹布 又有什么区别 首先就是镜子了 左边用云鳞抹布 右边用普通的干抹布 这乍一看 两边擦得的确都挺干净的 但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 效果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而干抹布这边 还是那种一条一条的水印 再来就是玻璃杯了 远看下来 两个擦的都挺干净的 但是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 这普通的抹布 擦完之后的水杯 上面还是有些许的水印残留 并且还成小毛续的存在 云鳞抹布这边就少了一点 最后就是水槽了 这次两边算是平手 没有很明显的差异 不过有一说一样 这云鳞抹布的实际使用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但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你会选择哪款抹布购买呢 家里有衣服要运的 一定要买这个手持挂烫机 体积小 整体大 一分钟就能烫好一件衣服 360度无死角运烫 平烫挂烫都可以 烫完了衣服就跟新买的一样 上学出差旅行都能用 以拼10万件的 小运斗 价格还只要39块钱 这运斗应该不存在割韭菜了吧 那我们就按照使用方法 提前加上水再预热30秒 现在温度已经到达150度左右了 我们先喷点水在衣服上 诶 这效果怎么跟宣传视频的不大一样啊 并没有立竿见影啊 我们再把衣服完整的运烫一面试试看呢 好了 这个迷你运烫机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只能说是有用 但绝对和宣传不符合 甚至在运烫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褶皱 更影响运烫效果 如果是这样的效果 你还会买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也千万别忘记一键三牛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过五万的话 我们马上加班加点剪出下期视频 不想当酒菜 踩坑我们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